清晨六點多黑色轎車突然逆向往前衝撞 第一時間前方機車驚險閃過 下一秒黑車卻虛扣撞上 停在米高墊前的白色轎車 轉了一圈後又碰撞另一輛車 嚇得一旁目擊整個過程的單車騎士 幾乎腿軟不敢再往前走 黑色轎車車頭嚴重毀損 保險桿斷裂 地上都是零件殘骸 被撞上人行道的白色轎車 左側前輪破損凹陷 白兆施駕駛帶上警車 要釐清事發經過 因為真的波及太多車輛 還差得央及泳餐民眾 回想起驚悚瞬間 還是心有餘悸 這起車禍發生在九號清晨六點十九分 兆施駕駛在朋友家喝酒後離開 疑似喝茫了逆向行駛 在台中市自由路 衝撞停在敏高店前的白車 後來又連環撞 總共波及兩輛車以及一台機車 索性店內民眾毫髮無傷 假如沒有你的白車擋在那邊的話 這些至少幾個全中了 三四個吧 直接就撞飛二 回想事發搭下白車駕駛 直呼好驚險 要不是自己的車擋住撞擊 不然黑車衝進店內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撞上路邊兩輛四小客 即衝撞民宅的鐵門 造成有財務死之並無人傷亡 肇事的四十三歲陽性駕駛 酒測值高達零點四八 已經被警方移送法辦 幸好這次有白色轎車擋在前面 否則酒駕失控撞進早餐店 就怕會釀成嚴重死傷 新新聞理事室 賴文中輸的聰談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